在泰姆山享受过了清明价格的海鲜后 让我们开启泰姆山探险之旅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走最大圈的路线 是要在山下平台向右走 第一个站点是国兴寺遗址 这里是唐朝时期的建筑 看着大院里散落的各种破败的石器柱子 不禁在脑海里想象着这里曾经辉煌的场面 向前走不远 你会来到龙潭湖 背后是十八罗汉峰 走在这样的风景里 整个人内心都觉得很开阔 在之后的游览过程中 你会看到这些山峰在不同前景映衬下 呈现了不同景色 接下来就是各种向上爬 各种站道 台阶 此时你已经可以俯瞰眼前和山下远处的景色了 然后你就来到了乌龙岭 这里台阶变得陡峭了 路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也更加险要 太木山很多区域都是走在石缝里 之后我遇到了一个难题 现在我们是在夹缝中沉浸的 只能从一个人去释放 我现在要面对一项很大的挑战 这个坡好陡 就是特别恐怖 而且这个路又很窄 我想起来上次去哪了 就是因为这种 斗坡我就没敢走 后来就退回去了 不过上一次那个是铁梯子 这个相对来说还能爬上去 我感觉我这个包好像过不去 最终由于我的背包太厚 拿到各种设备 安全考虑我选择了绕道 不过这段最惊险的路途 我航拍下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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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 这片山崖登上去 就是这里的最高峰 摩霄峰 山上有座白银寺 寺庙看上去非常有历史感 是唐玄宗时期修建的 绕道下来后 我又回到了山下的平台 进入了小圈的路线 先是由木站到 之后脚下变成了巨石上凿绳的台阶 主峰再次出现在远处的前方 我觉得这一段路是最具有派姆山特色的一段 之后一些巨石会逐渐出现在你的侧面 证明你已经深入到山的内部 景区里各种巨石用形象的卡通画出来 效果很直观 这里是七星洞 之后你可以从这里去最高峰的白云寺 或是去九里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带俯瞰的风景是极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下来到九里湖 是山峰下又一特色的美景 这里很多角度都特别美 湖边我还发现了一只晒太阳的甲鱼 湖的附近是香山寺 还有五百罗汉堂 这些建筑都很气派 这条路也感觉很神秘 之后来到了一片瓦游览区 这里有悬空的铜电 还有通天洞 一线天 都是很窄的 石峰里行走的路线 非常有挑战性 但终极挑战还在后面 而且这里风景也是极好的 之后我们来到关海战道 这一段比较长 但风景是极好的 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 这些巨石形成的沿脈 还有远处绝美的海景 远处还有村庄 行影 应该是的 这个风海正庄一直往前走 你风景多美 现在早上风景还好吗 欣赏完这最美的景色 我们也迎来了终局的挑战 葫芦洞 这是让很多来这里的中年游客 都望而却步的存在 在这里我也收起了相机 换上GoPro 开始了艰难的爬行 很多时候只能侧身走 有的地方特别矮 我要蹲下来一点点的挪洞 包要拎在手里 一步步的挪 一步步的挪 这是各种侧身加爬 对的 我刚刚看了它的说明牌的 有各种各样的动作会让你做出来 我觉得相当不错 如果有的地方你是走不过去了 证明不醒了 老了 手脚都得灵了 灵活 你说这个洞 如果你天天来爬一次 那绝对是身体一流 而这样的情况 我们同情的大叔只能倒着走过去 因为他的腰实在弯不下去 哎呦 这个地方 都当心哦 哇 这叫瀑布前进 我不行坐着下去 这叫蹲着走 好棒 这段路一共有1.2公里 建议带好手电筒 身体不好的不要走 太胖的不要走 心理素质不好的也不要走 优弊恐惧症的更不要走 应该这样子走 对 用你胳膊支撑的 哎 两只手脚步 忙个带一笔 忙个米皮 飞过来 这样子走 有好多人 哇 这块石头 这是真的 这是纯净的还是 我们现在在一堆乱石头里面 无其骂的 走过这一段 泰姆山之行已经圆满了 不过腿倒是酸疼了四五天 小心脚 今天不知装着多少动物 哎呦 哎呦 越是个小的 小的 它都是石头 不像一个小的小的小 都这样 GoPro停止拍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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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